因为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误 所以这个扣了很多分 好来看一下自由操场地的日本选手内存航评 内存在这个赛之后总分排名第一 自由操是他比较强的影响 内存航评也是杨威之后世界体操 借雍献出来一名实力强劲的选手 后540 前360前720CD的连接能够加零点一 取体炫地主的难度 后900前540 DC的连接又0.1 挺深的拳拳三周 也就是1080度 后17080结束 后17080结束 他的后17080还是非常干净 今天这套自由操完成的还是比较理想 自由操是他比较强的一个项目 而且他的难度也要在这一轮当中 跟他同组的六位选手当中 他的难度是领先的 而且看到完成质量也非常不错 自由操的一套动作 必须要有五个五个类别的动作来组成 有非技巧类的动作 或者向前的空翻 向后的空翻 以及向侧的空翻 以及结束动作 每个类别的编排有0.5的加分 所以五个方面都达到了 可以有2.5的加分 如果缺少了一类 要被扣到0.5 今生 difficult 现在男子项目只有只有操和单杠 是有连接盖 既裟女の歌詞名選手 现在要上码码器械的是日本的内冲航评 它的编排首先把交叉放在了前面的座提到内 然后再转体180度 在单环上做连续的转体动作 做挺身拳拳转体 一位 就是前一位加后一三位 好 它的下法做得很流畅 安马是内冲航兵相对弱一点的项目 但它今天的完成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现在的全能要求运动员六个项目都达到很均衡 是非常不容易的 内冲他现在就说在六个项目的 这个地分上要领先其他国家的选手 跳马俄罗斯的达文亚托贝斯基 现在来看一下日本内冲航评的调环 它的调环应该说实力还是不错的 虽然它的肩部有伤 看看今天的发挥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十字之筋 十字之筋 到十字这个位置比较高 这要扣除分数 位置高指的是肩和手的这个位置应该在水平上 因为到十字我们要放平才不扣分 在15度以内不扣分 15度要扣0.1 15度到30度要扣0.3 45度以上就不予承认这个难度了 另外还要必须要停止两秒以上 所有的动作要求直接到位 不能有姿势和位置的调整 他做的是弹身 七百二旋 他的一些用力动作 因为调环这个项目的评分 跟其他项目不太一样 因为他有个难度 用力动作难度的一个认定的问题 你完成的不好 就不予承认你的低分了 和你就是 跟其他项目 你基本上 你现在好像他没有大的失误 但是他如果停的时间不足 或者是这个角度 太大 这样都要扣分 其他项目你完成的动作 就要根据你这个完成的情况 他不会扣太多的分 这个叫 如果完成的不好 从视觉上